疑心真相 我相信事实真相只有一个 因此我对我的清白有信心 我对法院的公证有期待 本案在去年7月10号 北检的检察官已多达759页 51万多字的起诉书提起公诉 但是在他检控的内容里面 与他我们在眷内所看到的证据 所呈现的事实 有很多地方未尽相符 所以我们按照法官的指示 在今天以及后续的开庭之中 对检方的起诉书表达意见 并且陆续提供符合事实的证据 给法院来参考 以还原事实 疑心真相 我相信事实真相只有一个 因此我对我的清白有信心 我对法院的公证有期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